在吃鸡游戏中,八倍消音98K一直以来都是狙击手们的标配神装,虽然也有M24、AWM之类稀有的顶级装备,但常见的98K仍然很受欢迎。 不过熟悉二战武器的网友们都知道,现实中的98K并非是真正的狙击步枪,而是德军在二战中的制式武器,只有其中一部分经过改装,作为狙击武器使用。 而事实上,同时期世界各国军队装备的狙击步枪,基本上也都是在普通步枪上改造而来的。 不过,把普通步枪改造成狙击步枪,需要的可不仅仅是瞄准镜。 为了发挥出狙击手的真正威力,二战各国都开始开发各式各样的特殊装备。 今天,我们就来为大家解读这些特殊的狙击武器,究竟有哪些特别之处。 作为狙击步枪,瞄准镜无疑是不可缺少的配件,但受限于二战时期的技术水平,这些枪用瞄准镜的倍率一般不高,视野也较为狭窄。 例如苏军普遍装备的墨新,那根M9130铺狙击步枪安装的就是3.5倍的瞄准镜。 相比之下,美国陆军还要更惨一些美国M1903A4狙击步枪。 安装的MC3BE瞄准镜只有2.5倍的倍率,但四等人海军陆战队的M1903AE狙击步枪却难得,高腹帅了一回。 装上了水管一样长的ANETO8倍瞄准镜,为了方便用弹架装弹。 日本99式狙击步枪和英国李恩菲尔德NO.4狙击步枪装备的瞄准镜,布置在枪身侧面。 99式有4倍和2.5倍,瞄准镜两种配置,李恩菲尔德则使用3倍的瞄准镜。 德军使用的瞄准镜最为繁杂,从8倍、6倍的蔡司Zelect瞄准镜,到1.5倍的ZFZE瞄准镜,都被安装到各种步枪上。 其中以各种4倍瞄准镜,和1.5倍瞄准镜居多。 不过,ZFZE瞄准镜配发的对象,并非是真正的狙击手,而是普通步兵中那些枪法较好的射手。 真正的德军狙击手装备的多数是4倍级以上的瞄准镜。 某种意义上,这也是现代专业狙击手和精确射手的雏形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,各种消音器就已经被多个国家的军队适用,但在奸战期间,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不再重视这种奇迹引巧。 而当时的消音器,又会对武器的性能,造成不良影响。 因此在二战中,只有苏德两个狙击大国的狙击手,经常配备消音器。 虽然苏德两国曾经是死敌,但苏联的狙击战术和装备,其实都学习自德国。 其中也包括了消音器的运用。 二战中,苏军大量使用了一种被称作昌鱼的简易消音器。 这种消音器只设置有一个膨胀式和一个橡胶垫。 开枪时,弹头穿通过橡胶垫,而火药燃气就被橡胶垫锋,在消音器里缓慢排出。 而德军作为苏军狙击战术的老师,自己却抛弃了这一战术。 苏德战争爆发时,德军几乎没有一名狙击手,而在学生手上吃了大亏的德军,也开始培养自己的狙击手。 很多狙击装备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发的。 不过凭着吃老本,德军的狙击装备也迅速得到了发展。 德军为狙击手配发的消音器主要有两种,一种类似苏军的鲲鱼,使用橡胶垫密封火药燃气。 另一种则采用了马克沁消音器的结构。 火药燃气通过杯状结构导入膨胀式,然后缓慢释放,起到削弱枪声的作用。 但想要最大程度上降低枪声,只有消音器是不行的。 这就涉及到了下面的内容。 特种枪弹。 由于狙击手执行的任务与普通步兵不同,因此一些常常会使用一些特种步枪弹。 在这方面,德国依然遥遥领先其他国家。 对于狙击手来说,武器的精度当然是第一位的。 虽然98k可能不是当时世界上最准确的步枪, 但每支狙击型98k都是在大量步枪中精挑细选出来的,精度可以得到保障。 但要想打得准,子弹的音速比枪还更重要。 如果想要在几百米,甚至上千米外,准确击中目标。 那么普通的步枪子弹,就难以满足狙击手的需求了。 所以为了提高射击精度,德军专门为这些狙击手配备了专用的高精度狙击枪弹。 其实说白了,这些狙击枪弹也并不神秘,就是武器工厂测试枪械性能的专用子弹。 这些子弹和德军配发的S-S。 中间谈在结构上没有什么不同,但品控十分优秀。 能够在测试中发挥出武器的最佳性能,也正因为如此,德军狙击手特别喜爱这种子弹。 而搭配消音器时,为了尽可能降低枪声, 德军还配发有亚音速弹。 这种子弹的装药很少,飞行速度不超过音速,因此不会产生音爆效应。 比普通子弹安静得多。 不过使用这种子弹,武器的射程也会受到极大影响, 一般只适用于100到200米以内的目标。 为了避免混用,亚音速弹的弹壳被油漆涂成了亮绿色,以便射手与其他枪弹区分开。 避免混用。 要知道这种子弹的能量不足,用在自动武器上可是要出严重故障的。 有趣的是,与德军师出同门的苏军,也配发了相似的亚音速弹,就连识别颜色也是绿色。 最后,苏德两军还都使用了一种,不太人道的特种弹,提起不人道的子弹。 很多人或许会想到著名的达姆弹,但这种子弹的威力,可比达姆弹要大得多,这就是试射燃烧弹。 试射燃烧弹,即壁弹,是航空机枪使用的一种特种枪弹,壁弹最初被德国空军使用在航空机枪上。 这种枪弹的弹头内部设置有一个惯性引燃机构,在命中目标后会产生爆燃。 方便射手确认命中,但对人使用这样的枪弹,无疑严重违反了《圣彼得保宣言》中,对人使用扩张性弹头的条款。 但在1945年,已经陷入穷途末路的希特勒下令。 批准东线的德军狙击手使用壁弹对苏军士兵射击。 虽然壁弹的精度不高,但是只要命中人体就会迅速爆炸,造成极为恐怖的伤口。 这些子弹的威力可是远远超过了达姆弹。 但希特勒可能没想到的是,苏军也装备了完全相同的子弹。 1932年,仍在军事合作期间的苏联就参考德军壁弹,为射航空机枪开发了7.62毫米ZP试射燃烧弹。 除了口径不同,ZP弹和壁弹的结构几乎完全一致。 发现德军此种行为后,苏军立即开始了对等报复,使用ZP弹反击德军。 不过随着战争结束,这种疯狂的行为并没有持续太久。 随着科技的进步,狙击手的装备也是日新月异,但狙击战术的核心却并没有改变。 狙击手消灭的敌人或许不多,但却能够给敌方带来最大的恐慌,在敌方士兵中制造恐惧。 而在特种作战中,狙击手的作用又更为重要。 相信在未来战争中,狙击手这一特殊兵种,也能发挥出更为重要的作用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